我們認為現在的風險是可控的 所以早前公佈了在5月19日 即是這個星期四的第二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將會是如期落實 主要放寬的措施將涉及以下幾項 第一就是餐飲處所可以供糖食的服務時間 會延長到晚上11時59分 宴會的活動人數上限 就會由20人上升到120人 第二個措施就是酒吧和酒館可以重新開放 第三個措施就是其他在第一階段 仍然是被關閉的表列處所 將會亦可以重新開放 1月1日 1月1日 無故 开放 剪斗 省 酷 補俗